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我家这个串纱 多绿 没有那个灯会不会有点黑 没有这个灯是蛮黑的 晚上好 对啊 今天超级绿 谢谢五空银帮 膝盖还好了 膝盖已经夹了 我现在穿衬衫 我的头跟我那个衬衫真的是绝了 对 就是一整个绿一整个Tmax 像你家中间的绿被 你家棉被最少的人 你也在喝茶白包 这不巧人呢 嗨 我眼睛实在今天太不舒服了 就没有没话 因为我点的是那个茶白道的那个水果茶 好 二姐我是你歌迷 谢谢你 我居然有歌迷了 这伞棉被呢 棉被暖不暖和还看伞儿 好 祝你明天科医考试顺利哦 是个恐怖说话 西莫卡水天呐 加油 边看直播边复习 认真学习 要认真学习 要认真学习 你们看他的衣裳来着 马上会烤 天啊 我肚子 又开始 我 我这不是冰的 我这是常温的 我这是常温的 羊性 哦 没有 孩子 这么 load 笑死了家人 谢谢鸡翅的 休记天的闫蝉 大家今天都干什么 小风扇 什么小风扇 谢谢WYWYE的 宁光海 给波波将大家吹吹风 这样就会 哇 天呐这个小风扇 今天好可爱哟 你跟哪找的这么多可以动的呀 为啥我的同学动不了 谢谢WYE的宁光帮 明天要上学了还看直播 快回去 睡觉快睡觉 对今天是今天配色 我觉得我今天可肿了 我今天想来我真的太肿了 我跟你说如果要是清清之前的那个发色 清清之前那个发色 清清不是绿色的吗 她之前那个发色要是穿我这个衣服 真的就是太漂亮了 祝你下学期实习顺利 祝你 祝你下学期可以实习顺利 谢谢谢谢WYE的安危 配一个大亮眼镜 有空调后面热一点再开 我今天有翻牌过期 我今天有翻牌过期 哎 我都忘了 哎 最近最近那个什么 最近要勤快一点给大家把牌翻 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 就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给大家 就是有的时候碰到翻牌怎么不知道怎么回 去吧去写作业吧 嗯 翻牌话多 我跟你说我妈真的太逗了 不是不是不爱也不是没话说 而是因为要要要想 就是要可能可能要想该怎么让大家开心的那种 晚上啊 不是发 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 就是在想大家发什么才会让大家开心 发什么才能让你们笑一笑啦 发什么才能让你们忘掉烦恼啊 翻牌爱贝尔 足够我生活 就像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都是在大家的 眼皮的底下嘛 就是我们的生活都是那种 切七四一 我们的生活都是大家看我们排练 然后演出排练演出排练演出 就就就有的时候 就是觉得就好怕自己变成一个无趣的人 在这个纷扰的世界可不能变成一个无趣的人 看一见你发就会笑 真的吗 那我发那种很无聊的东西 我是想发什么才能让你知道自己超级好 谢谢 谢谢你的安慰 谢谢 凯夫斯基 其实我 我觉得就是 纳尔姐现在好美 我今天都没有怎么化妆就打个底 你确定你这是带着 你是带滤镜瞅我呢 你这是带着滤镜了 佳人 我这样的性格怎么会不去呢 就还是想让自己更有趣一点 我今天的眼睛好小 我今天的眼睛好小啊 哎好丑啊 哎好丑啊 对不起 我只是想把我自己的眼睛掰大一点 大吗 不能再大吗我的眼睛 我就是想让自己的眼睛变大一点 皮肤好嫩的样子 哎该说不说其实我皮肤是真的好 就是就是我好像没有那种就是就是长痘时候 就是大家青春期不都长痘吗 脸夸夸长 我就没怎么长过 但是我听就是那种皮肤护理的人说 你就老了容易长斑 老了容易长斑 其实我也吃糖 要不再说放大一下 对啊就是 就是让大家看一下我的眼珠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眼珠是比较小 这些番茄鱼的巧克力 但是老了会长斑 人家说就是你现在不长痘 老了会长斑 还是儿 哦真的是很生气呢 就是你说还是儿童呢 对他们说的他们说老了会长斑 但是你想啊你老都老了 你还你还有要是要啥进车啊对不对 找到的又被按了 对啊老了就是你是你们广场屋里面 最漂亮的老太太 想想是不是都开心 老了也要追求 对啊 对啊我们老也是一个漂亮的老太太 你皮肤老了 你皮肤老你可能少吃糖 就是你平常要戒糖 长斑的时候没有这种孤独 长痘的时候没有这种孤独 在别人长斑的时候就长痘 哎呀我跟你说人嘛就是总有不完美的地方 大家不必太焦虑 大家要放平心态 不必太焦虑 对而且大家就是也不用上镜啊 也不用看哪个就是大家就是活得舒服就好 虽然我总是这么安慰大家 但是呢其实我真的很很经常的容貌焦虑 哎 虽然我们这里面的美女太多了 真的因为就是大环境所影响 就是这个里面永远都不缺漂亮美 就是太多漂亮美 你们是你们是带着滤镜看我的 但是有趣的灵魂我还是愿意接受的 就是我也不否认我是拥有有趣的灵魂 我可不是那个亲戚家的优秀小孩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我妈还听天说 就是隔壁家的孩子呢 对今天是红配绿怎么样 这一身是不是还蛮不错的 我跟你说我刚才说什么 啊我忘了 真的吗 我这个头跟我这个衣服真的很搭吗 这个红绿西瓜 我终于让我像什么 我像西瓜 西瓜 gdzie呢 槽嘎嘎嘎嘎嘎 你 对呀 谢谢瞬网怨一挂好 眼睛太肿了 今天配色有点惯 对呀 因为今天就是红配绿呀 谢谢盟主 我去戴个墨镜再回 缺个墨镜 我这有墨镜 我转一下 墨镜是西瓜子吗 请问 我是西瓜子 不对 我好像盲人 谢谢 这瓜好像够呛了 我就是那个时尚常努尔 弄肠 叫大哥 你认我当大哥 我保你 看这个B样好配 等一下 插一条金链子 金链子应该没有 爱总是犯法复复难以抗拒 还在接着 大姐说爱给该说不出所我还喜欢 我可以 我把一扣记一下 就是有点太放荡皮了 我好像那个村霸 怎么能当村霸呢 土嗨的 我就是能不能稍微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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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 我跟您说这话 这话要是让我弟听见 我跟你说我跟我弟我跟我弟特别搞笑 我跟你们说我跟我弟特别搞笑 就是有一次嘛就是就是有一次我去那个晚安哦 就是就是我去我去接接我弟放学小时候 然后呢就是我跟我弟长得特别不像你知道吧 然后他们同学就说 说你怎么跟你姐长得这么不像呢 哇你们都喜欢很拽的呀 够不够拽 对我弟说我弟说我俩就是一个妈你知道吧 因为我跟我弟长得就是啊 嗯我比他长得好看 姐姐是琴珊打 就是所以就是我去就是我你知道吧 我这种人是很有心机的 我去接我弟的时候我就画了颗漂亮了你知道吧 然后呢他们同学就说 不像不像一个妈生 谢谢盟主的荧光棒 看到我头像烧死了呢 你也可以解释成为致死的致死都要浪漫 哎你们现在都 要去拍漂亮照片哦 卡了 我说我21号要去拍漂亮照片哦 嘿你们 夜晚有喜 雨多忧郁 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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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照片 你们都叫我大哥 那我能不当吗 对 要去 是去公园 是拍漂亮照片 想出去圈呦 欢迎喜欢 对 你们怎么还能躲呢 我闪 梦想我和你拥抱的 借一拥 这有点过分吧 我觉得这有点离谱 干什么不说呢 我闪 不能丢出去啊 平底锅弹回去 他得不去 发烂了 哦 你们好幼稚呀 不像我啊 我这么成熟的大爷 好幼稚呀 你看这有哥哥是成熟的 哥哥可不幼稚呀 我可是成熟的大爷 我最近经常刷 等于刷到那个什么 就是啊 交电费 你知道吧 或者是干什么 然后 然后 家长就会说 二十多岁的人了 家长就会说 跟他说大人不在家 笑死了 哥哥有小风车吗 哥哥没有小风车 但是哥哥有一张 爱你的嘴巴 爱你的嘴巴 我还没来 那个瞅你们给你们害怕的 真是 晚上喊 我还没有发工呢 怎么会省 对吧 收音机上看大姐的人 难道不知道这是这张操作吗 那要做什么 你猜 我看到了 这种一天上两次boat的人 我也不知道 好诡异啊 我麻了 波波 娜姐姐 你是有什么kpi要完成的 不是啊 我真是莫名其妙 一下子上两次 两次 一天你知道吗 挨着两条 我真的是 有被笑到 而且我 我妈是 对我要跟大家讲 我妈是一个看口袋的人 我妈是一个看口袋 看沙雕boat 什么都看的人 你知道吧 所以呢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 我说妈 你是不是关注我口袋 我妈说 没有 妈妈怎么能知道 那个是什么 什么48 什么软件 什么的 我说哦 然后呢 特别搞笑 可能再看哦 然后呢 然后我妈就是那种 一直都 她一直 她特别的就是要强的说 我没有看你的口袋 没有看你的口袋 但是经常 你知道吗 就一有点风吹吵动 我妈就会给我撒视频 我妈就会说 你有没有事啊 你怎么了 你算了 我说妈 你不是说 你没有看我的口袋吗 那你难道不要跟爸爸问好吗 今天还是父亲节呢 OK 可以了 可以了 我跟人说 你知道不要太明显 就是 就是有 就是 就是经常不是就会有一些人就是对你对娜姐做的事情会不满意你知道吧 然后经常就是在我的口袋里蹦的两下你知道吗 我妈每次就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就说 然后就说没事吧 还用那种特别沉重的一句说 没事吧 我下一秒就要接 没事就吃溜溜的 没有没有没有 开玩笑 然后 然后我说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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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啊 然后我妈说 哦 然后后来我妈就特别隐晦你知道吗 好看不止说 然后我说我没事啊 然后后来我妈说 我妈说 哦 妈妈最近比较担心你的就是心理状况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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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我妈那已经好看 谢谢 然后我 然后我妈就说 我妈说 哦 没事就行 妈妈怕你心情不好 我说我没有心情不好 然后咱妈再 我说我没有心情不好 但是 说句实话 就是 我觉得作为咱们 哎 考虑 就是咱们作为就是成年人 可能也不是太会把那种 把那种 就是大家的那种 小烦恼 就是让 哲学 那是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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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我看 我说 对 然后呢 我就跟大家讲了 就是然后 然后后来呢 就是 就是后来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没事啊 我说我没事 然后后来 后来那个什么 后来我就跟我妈 你知道 然后我妈还不承认 刚开始还不承认 到后面 我实在忍不了了 就是那种一眼风吹上 我都给我打电话 你知道吧 我说妈 我真的没事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说 我说嗨妈 这是那种 就是 我说骂我的人多了 我说 这都是小场面 都不是什么 这都很淡定 这还好 我跟我妈说 然后你知道吗 本来我没啥事 你知道吗 就是我发现很多人 想过来安慰我 然后给自己安慰一模了 真是 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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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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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真是那种 对 就是 就是 就是无效安慰 你知道吗 无效安慰 但确实就是 就是 就是像 像 比如说做我们这行的啊 就是说句实话 其实 自己的家人可能也会关注我们的动态 就很关注的那种你知道吧 然后呢 可能 可能有的时候家人知道 其实我们本来因为可能 时间久了的话可能抗打打压的心理 就是会稍微强一点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强 然后可能如果他们在关注的话 所以他们肯定会很担心我们的状态 但是 就是 安慰我们 安慰到自己一门上 嗯 对 就是 其实 所以就是 有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我们本身 不害怕 反而会害怕 就是担心我们的人而担心 就担心他们的状态 对吧 就其实 我觉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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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做 做这一行的 就是 时间久了 可能大家 心态都会比较稳一点 这个量 但是 反而自己的家人啊 父母啊 亲戚朋友 会更担心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 我妈就 我跟你说 这呢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 刚开始一直都不跟我说 说她关注 我的 那个 口袋 之类的 嗯 妈 这一上来 夸夸 不好意思 就反正我觉得 就是 我就觉得 有的时候 就是 就感觉 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就是 那种 就是 出来 一个人出来 然后 去 面对很多问题 慢慢长大 就不敢 跟家里人说了 对啊 就是 我记得 就是 我 而且我 你知道吗 我之前 我之前 就是我其实 知道现在不就是那种 大学生 回乡 或者回家的话 大家隔离是 不是都是那爆销的吗 但是 但是她有没有想过 刚毕业的大学生是最穷的 然后我就记得 记得 我记得我最穷的时候 真的是我刚毕业的时候 就是 刚毕业属于 就是 都很困难 就是都很困难 就是你 无论你的经济 还是心理 然后 有的时候 你知道 我刚毕业的时候 特别惨 特别惨 就是那种 当时查出 就是身体 然后那个病 还很大 你知道吧 然后我当时都没有敢跟我妈说 因为没有用 你知道吗 就是 嗯 然后 然后 其实我觉得 那个时候 对我的压力 更多的 就是 精神压力 就是 因为我当时 那个病 真的很严重 就是 然后后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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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 放低 然后后来呢 我就一直在 一直在纠结 要不要跟我妈说 但是我一想到 就有的时候 你只要一跟自己的父母说 其实 就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说句实话 作为一个 就是咱们长大的孩子 他们也帮不上什么 但是 就多一个人操心 我觉得 算算算算 那种 谢谢 谢谢 就是 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 太难了 我当时 我当时查身体的时候 我还在想 我说 那我要是身体 要是有问题的话 我就不来这 但是得复查 然后就不是 就后来就做数了 就还是终归走到那一步 我每天早晨花四块钱 我跟你说 就是年轻人 一定不要就是 就是 就是对自己不好 就是一定要就是 就是该吃什么 吃什么 该喝什么 喝什么 就当时其实 我那段时间 就是其实每个人 都消极的时候 就是感觉 大家感觉可能 我是属于那种 不会往心里去 但是 我跟你说 那个时候 就是我当时就想 我说算了 我大不了不治了 你知道吗 我就 我就算了吧 就这么地儿吧 但是后来又想 不行呀 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要记得使命 因为你 你如果不治的话 那你可能 离开这个人 是没有什么 但是你留下来的人 是痛苦的 所以只能为了 为了别人而 对 反正就是 但是我真的 我真的想说 真的刚毕业的人 是最难的 就是 我那天还 我不是跟你们说吗 就是 说 毕业 毕业前 我的生活被两千 住宿什么 吃什么什么 都都都都不花 毕业后 很多人都是刚毕业 三千 还不包括住房 三四千 三五千吧 不包括住房 不包括什么 太难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就会跟我的粉丝讲 就是 很多人 其实 就是 谢谢亮 到 就是很多人 其实 你面对一些 困难 也好 什么 就是 老来谈资 谢谢睡觉的玫瑰花 对呀 怎么说呢 就是 我之前 我之前反正就看到 一句话说 其实 说句实话 现在这个 这个 社会 这个社会 就是很多人 很多人 他就算努力了 他也没有 没有结果 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得偿所缘 但这都没有关系 就算没有得偿所缘 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人生的常态 很多事情都是 爱而不得 付出之后 没有结果的 所以大家放宽心哦 所以 有一些 也不是 阴谋 不是阴谋 就是 其实 其实 这个 我觉得 这个 人间 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 每个人的命运 都不同嘛 有些人 他可能也会 很轻而易举的成功 这可是 他的命 命速嘛 对吧 有些人他可能 努力的一辈子 都没有达到 人家 轻轻一碰 就能达到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要想开一点 嗯 就经常有粉丝 给我会发 翻版 就其实 会说 哎呀 我很 用心的 对他这个东西 但是可能 后面的结果 没有很好 其实 其实这是人生的常态 就是 这这这这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 大家建立就好 对 就建立就好 就是 就是大家 有的时候 不一定非要到达 目的地吧 对吧 有的时候 开车看 开车走在道上 看风景也是好的 嗯 对呀 人生就是要经历失败的 失败才是常态哦 朋友们 虽然我觉得 我可能有点悲观主义吧 但是 但我觉得 这也不算悲 悲观吧 就是有的时候 大家放平心态 就行 嗯 对呀 如意十有八九 我之前 不是看到一句话吗 就是 就是说 其实每个人过世之后 都会深入天堂的 因为 这里就是地狱呀 对呀 给大家看开一点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就 注重过程 嗯 嗯 就像之前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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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差高业化吧 然后小五问 如果你 你会赢吗 你会失败吗 会怎么样吗 我说 你的人生又不只有成功 失败的又能怎么样 对吧 对呀 有的时候 看完别人 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 挺幸运的 对 谢谢可乐 妈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快快快快 遇到困难 睡大觉 哎 我跟你说 这招对我真是不好使 真心不好使 就是我是那种 会睡不着的 就是我不是说 我想睡就能睡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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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的睡不着 我是真的睡不着 而且我会失眠 就会 我会 我 就是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一紧张 或者第二天 一有事 我就失眠 你们知道吗 就我昨天公演嘛 就很小的一件事情 然后 我会失眠很久 我会失眠晚 我会晚上都在失眠 看昨天的火 走远了 就才十一点 就开始 这不是阴谋 我们这不是阴谋 我们这是感悟人生 对 放空 哎对 其实我也会比较 我会发呆 对 就聊的比较现实 因为可能 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吧 就是我之前做那个测试 测试 就我做那个测试 就是我感觉 我的心态现在是六十岁 不是说佛啊 也不是说老 就是心态会 会很年纪大的感觉 但你说我要是 我是一个那种完全 就是我真的是一个那种 不会完全理想化的人 但有的时候也会很 执着于一件事情 年轻的时候 以前的时候 会很执着于 会很执着于就是这个东西 为什么 我不会得到 或者是执着于 哎我都这么努力了 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 但现在不会了 对 现在就看开了 而且有的时候想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 我也是 面会 就是可能 可能跟阿B一样的 就是会 会 从开始来到这 就会面到很多声音 但我觉得 对我来说 现在想想其实也算是一种 好事吧 就会让我觉得 现在就觉得 咦 这是什么事啊 这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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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太太太不算事了 谢谢阿呆 大部分目标都是赚 嗯 全是 就有的时候长大了 会觉得 什么都不如兜里的 兜里的钱来的 实在 嗯 但现在其实我还蛮 也不能说感谢吧 就是现在 我不会 不能感谢 伤害我的人 就是 现在的话可能 比较 就是还是能 通过一些事情 还要去让你 变得越来越 百毒不清 那叫什么 五步是个 不对 解药 哎不对 什么玩意 嗯 哦 这首歌叫明天你好 对呀 我每次都在安慰 谢谢JV 谢谢心淡如水 然后 然后你知道 今天就是 今天还就是 还有文化呀 所以你知道就是我有的时候 因为最近也有朋友在考研嘛 然后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 我觉得一切 我跟你说就是我觉得人生真的很奇妙 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我 如果我当时 考上研究生的话 那么就肯定不会再见到大家 就 很奇妙 嗯 就是上天都会有最好的安排 哎 你们 你们 我想听听你们就是有没有 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如果 如果再给我来一次这个决定 我可能会换一种方式 换一条路去走 你们有没有 你们的人生中会有后悔的事情 不会 不会后悔 对 不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 有的 偶尔 换了高中 那 其实有的时候你们 换一换 就是后悔 然后再选的话 可能你会碰到的人是另外一个其他人 确实 所以大家对于曾经的事情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看法 各知己见吧 我觉得 嗯 不一样的看法 感受过的意 不一样的看法 对于曾经的事情是不一样的看法 但是 但是 但是其实说句实话哈 如果 你是因为现在知道了这些事情 的结局 你们是觉得你们知道结局后悔呢 还是 是这个结局让你们很失望 还是说你们的这个过程会让你们很失望 还是说你们觉得换一种路我会走得更好 看 看 大家感觉都是结局 但是 但是相信我就是当在你 就是 谢谢台长 就是当在你 再回到那个 时候的你 还有就是再回到那个年纪的你 那个时候的你 你依然会选择那么多 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思考范围 你的 你的眼界 包括你 你看的人 在那个时候 当下都是你选择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 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可能 谢谢 票大的 玩票大的 比如说你 可能 在你们 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呢 你们可能会 比如说 因为一个女孩 然后 我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像那个 武相剧美金上 你会因为一个女孩 然后你分到一个班级 那你可能 你如果作为一个男孩 或者你作为一个人 明明你擅长的是另一件事情 但是呢 你可能因为这个人 你就 对吧 你就放弃自己的东西 那再给你翻过来 一次机会的话 在当下的你来说 你还是会那么做 因为当下的你 不知道结局是什么呀 而且当下的你也 你也不知道自己的选择 这么准确 对呀 所以说大家就 对呀 或者是当下的你选择 哪个高中 或者是再给你重新考一次 考一些试的话 你觉得你平发挥的更好 但是呢 那个时候 你可能遇见的人就不同 对吧 你遇见的人不同之后呢 然后之后你可能结婚了 你结婚遇到的那个人 可能也不是你现在 比如说现在各位如果是有家时的 也不是你现在的老公或老婆 对吧 那个人生轨迹都会被改变 所以呀 就是在那个时候呢 你还是会觉得那么多的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享受当下 对呀 因为那个时候呢 你可能 有的人 他是热血的 他有的人是理想主义化的 现在呢 你可能多了一分现实 对吧 多了一分 对这个社会的一些妥协 那个时候呢 你可能会比较理想吧 可能你会面对很多事情 都有自己的执念 觉得我一定要做成那件事情 现在呢 你会慢慢的学会妥协 那这个妥协呢 也并不是说 你的一种屈服吧 我觉得更多的是 在这个社会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则 可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记了时间 这回事 既然决定要想遇 一次就一辈子 挺好的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你生男生女 其实我觉得也有最好的安排 就是也是 你必须要去经历的 嗯 换一个 所以说 对啊 所以就是大家要开开心心的 我感觉我真的很适合做那个 调解 大家有没有什么烦恼吗 大家可以在我的弹幕里面 倾诉自己最近的烦恼 让我来给大家 说道说道 当然仅代表我个人意见 可是这样不信 对 就是如果 见不到我很烦恼 这 这我也没有办法 喜欢那也怎么追到 这 首先你可以先来入团 能看到我 当老师的经验 这个企划可以 对啊 存在感太低 很烦恼 呃 存在感太低的话 其实 对于你来说 你的心里面 可能是希望你站在人 就是你自己可能会希望 自己站在人群中央的 对吧 那其实我觉得 存在感对你是不是设恐啊 其实 说句实话哈 只是你想 就是只是你把自己想象的存在感低了 嗯 就是只是你把自己想象的存在感低了 你会你到 我跟你说 你到后面会发现 其实每个人的存在感都很低 都很低 就是这个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感是 爱卡哈的那种 你知道吗 因为 大家总 就是离了谁 这个这个世界还是会赚的 嗯 就是咱们大家就是随心就好 如果是很想融入一个集体 或者很想融入一个team 那 就是你可能会需要跟大家进行一些社交 这些一些沟通 是吧 当然前提是你做这件事情是让你开心的 如果说哎我社交真的很痛 我认识了 那不要勉强自己 嗯 我看看还有什么说的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是 社恐 就是 就是 嗯 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找到自己舒服的交友方式 因为 我看到很多就是一些社恐的 他们 其实内心是很渴望 我觉得社恐会 很 其实他们内心会更渴望去 去 去 去融入一个team 或者是融入一个 一个朋友圈 就是 但是呢 又觉得很累 又觉得 不敢 或者又怕自己 做的事情 没有让大家开心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就是咱们就是 舒服为最重要 就是 你 你 社恐总会碰到一个 让你不社恐的人 这个人呢 他们的 你们的关系 不仅仅取决于恋人 也可以取决于朋友 也可以取决于亲人 嗯 你总会碰到那个 去愿意靠近你的人 让你 不会觉得那么那个 嗯 对啊 就是你总会遇到 志同道合的人 对的 对 不要强情设教 太累了 还我看一看 还有谁说什么 如果喜欢的人问我 有没有喜欢他 就是你喜欢吗 你喜欢他吗 你喜欢的人问你 有没有喜欢他 那 那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是 就该 就有些 嗯 那个 你爱恋爱那个人 就是问你 问你喜不喜欢他 是吗 那我觉得你首先要感知一下他对你是一个 呃什么样的 就是感觉哈 就是我觉得 呃 王武 天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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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句实话 我就说句实话 就是 呃 就是你这样子就是应该是喜欢上了 这个吧 呃不对 呃呃这个吧 那那我觉得 那我觉得就是 就是更重要的是 不要太难为自己 对我觉得就是 就是你如果能就是用你的魅力去征服他 那更好 就是如果没有征服也不要太难为自己 嗯 这个世界上的人太多了 对吧 就是以就是也不要也不要给给对方太太多的压力 嗯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不能说盲目的劝你去讲 因为你可能也更想去以一个朋友的方式去跟他接触 对吧 所以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再看看再观摩 如果你觉得你看他的一些反应吧 我觉得嗯 就是不要太难为自己 真的不要太难为自己 不要太难为自己 可是你暗恋了他五年 可以说是三角恋 呃就是那个女孩子 他是有男朋友的是吗 然后你这个样子 嗯 那说句实话哈 说句实话我觉得 那也就是说那个女孩子跟那个男孩子在一起了五年是吗 是吗 嗯 嗯 哦是我暗恋我 哦 怎么说呢就是我我是觉得我是觉得很多很多很多成长的开始都要学会去调节自己对你就是我觉得世界上的女孩子太多了我跟你说 这你格局就小了吧 这你格局就小了吧 这样子 那你就给你比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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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对吧 如果有一天呢 你碰到了 在你阴谋的时候 你碰到了一个 碰到了一个 碰到了一个 水就水就倒到嘴里了 然后难过了 就过来安慰你了 然后卡哈的就是 重点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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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就是比如说什么 来 可以 OK 稳了 格局小了我跟你说 对呀 这能不迷惑 这真是 卡卡老漂亮了 嘎嘎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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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的呀 这必须都是大美人的那种 所以说你还是没有遇到那个 你的敬爱 对呀 他身材超级8C 身高1米75 长相挺好 朋友们快帮你修材想办法 那要是身材超级8C的话 身高也挺高的 掌心也挺好的 那这样子 你这样子 除非发给你 我跟你说 人家这样子本来就有一个情敌 你这样一发到时候快完了 一堆情敌了 谢谢浅客一下一关吧 但是啊 我说句真心话 我说句真心话 我觉得 就是 你得想开一点 因为 就是这种 取向性的东西 我觉得 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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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说那个 你可能就是说完之后呢 就是 他会因为你这个曲动而去圆你 嗯 就是还是那句话 不要 不要爱上 嗯 对 帮你说了别做 双向最重要 对 双向最重要 说实话啊 就是 就是 嗯 对吧 人生嘛 总会遇到几个 不适合你的人 对 嗯 那个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调解员做得非常好 嗯 不能说没有心 嗯 嗯 就是我觉得那个女生她不是没有心 可能 她有她自己所难为难的事情 我觉得 更多的话 就是 就是 还是要学 学会去接受一些 不可能 也要学会接受一些 难过 嗯 哎 不是甜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这种事情是甜啊 就是你也没有错 不要觉得是甜 就是 你喜欢一个人也没有错啊 就是我觉得 让自己开心最重要 就是你想一想 如果你让这个人 就你喜欢这个人很痛 你自己都很痛苦了 那很 为啥要这样的 对吧 人活着就开心 对吧 不要让自己那么痛苦 爱自己最重要 嗯 什么是爱自己 这个爱自己不仅是给自己花钱 照顾好自己 要吃好喝好的 还要让自己开心 这才是爱自己 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开心 这就爱自己 你已经觉得你 他都 他都让你不开心了 他都已经让你不开心 这么久了 那不行 我们要爱自己 让自己开心 对 对 就是如果你喜欢他 让你觉得开心的话 那你就去喜欢 如果让你觉得痛苦 你就不要 把我去看看我 我去看看我 微信表辉 你在这就找那个 对 就是我一直都跟大家说 就是一定要先 学会爱自己 才能爱自己 才能爱别人 嗯 所以就是 大家 有什么烦恼 都可以跟大家去聊一聊 就是 嗯 就是我只是站在我 个人的角度上 嗯 看看我可以 做的更好一点 更开心一点 但是我发现大家好像 就更多的是 就是自己一些 感情上的事 或者是事业上的事 就那种考试啊之类的 我也超点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 大家会更多的 关注我 我 我过得好不好 或者是我开不开心 所以我觉得 有的时候这种东西 可能要 换一个角度 换相 相互一点 这个波波尖喊了半年了 都没有人滴滴我 谢谢阿呆的蹦迪 笑死了 大家快看一看吧 谢谢玩具某个人 忙势力解决一切 我跟你们说 确实 就在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不要想 就是你 就是你干了别的事 就是你 让自己工作起来 就 就就不会那么不开心了 这样吧 可以不开心 绝对温暖 对呀 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忙起来的人 我不想让自己闲着 就是我觉得 我如果闲着的话 我就会觉得 会 会 会让自己不开心 就忙的话 就是 就是我 我是一个 就是 大家可能 有的人 他会比如说你辞职了 或者怎么样的话 可能 会 愿意就是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再去工作嘛 就休息 但我不行 我会没有安全感 就是我一定要给自己找事做 如果没有事的话 我就很 很 很不安心的感觉 当然了 也主要是因为 没有工作 就没有亲戚来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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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了一年 又休息了一年 对 我就 我是一个 无法让自己休息下来 对 我可能就 就会 胡思乱想 青年一起考研的 对 咸多 嗯 老话说的好咸的了 一梦的时候都是因为有时间玩手机 咱们就是 咱们就是要忙到那种 那种总裁一样的嘛 哎 我分分钟 我就是那种 道前上下的嘛 啊不 但是呢 但是怎么说呢 倒屁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有些人他可能 哎 我就是想 躺平 我一忙我就不开心 嗯 那我们就不要这样 对 还是要以自己一个舒服的 就是状态 嗯 像有些人他就 他就比较喜欢 那个什么 啊有些人就跟我 发烦牌 也说觉得 自己摆烂 嗯 对不起 就感觉很对不起 就是烂买七糟 四二啥的 我说没有关系 就是你也不用一直说的 不用一直往前飞 累了歇歇脚 对不对 就是说 而且你 你 就是你 你不用觉得对不起任何人 嗯 嗯 运动也是 确实 对 所以就是 大家开心最重要 我还得去把开心最重要 嗯 太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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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见了 嗯 还是注定擦肩就这样错过 如果我抱紧你的话 是什么结果 但说句实话哈 其实我 我觉得我也应该去 学点什么 他们怎么笑的 他们大声 你看到别人摔屁股 都是你不高兴 拯救一下 对要拯救齐天乐了 确实 回归现实 我我四十五 啊不对 我五十 我去拯救齐天乐去 对 你看我今天这个绿色多别致啊 跟我的头多别致啊 我租了个小乌龟电瓶 那乌龟好惨哦 我也觉得我学点什么呢 父亲节快乐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的父亲节快乐 怎么那个父亲节 大家没有准备点什么吗 给给娜姐的惊喜 比如说 跳鼓鼓啥的 哇 地老父亲 父亲节的花真好看 别说了 我本来昨天高高兴兴的 我说 我说这不像他能做出来的事啊 我说妈呀 我说真的啊 我说就不像 不像 然后转头我就看口袋 大家都说是父亲节 不是 金大的老铁 金大的老铁 还好没送康乃兴 你要这么说的话 明年高低母亲节 要不要给他送康乃兴了 本来昨天高高兴兴的 就是想在房间里面 让大家看一看 后来呢 不知道为什么花风就变了 看哪些我送给我母亲的 就我发现就是 就是大家送我的花 可能更多的是向日葵 对吧 就大家至少就是 他觉得我向阳 就是第一次在这种父亲节说的话 也是就是 生而为父嘛 就是也是第一次过这种节日 没有什么经验 下次呢 高低得给孩子整个大红包 要不这得尽尽 都这样了 真的 感动死了真的感动死了 真的感动死了 三日葵是属于 就是 大部分我觉得就是 粉丝可能会给自己的小偶像送向日葵 的感觉 秋天家里的葵花 开成熟的高低的这个 你确定你是 就是刚从田里摘出来的向日葵吗 还能带葵花籽的那种 还能客 是 我怎么会这样的 我这摔条 摔条这 这这这这 这这这这这胸台 想要吗 妈妈 咱们就是你 真的很很很很 很贴心了 就是送那向日葵 我好像边客边吃 后来向日葵中间没了 就谢谢大家就是为他为他解释为他变白 他会感谢你感谢大家 确实你们不说我都我都我都忘了 我都 我过生日了我过生日是不是要长大一岁了 完了不开心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从毕业之后的每一个生日就觉得自己要长大了 本命没人过去 但是 还是 害怕长大 确实 而且你们知道吗 我之前没来我来这之后 我每次都觉得 我的生日 一般都在总选前 真的很有压力呀 这种感觉 小时候我的生日是在高考试后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就是我小时候嘛 我小时候我每次都很痛苦 谢谢你 谢谢你 我确实是18岁 就是 上 上一个总学前后生日 生日已经 哇哦 哇哦 不能和同学 不是 我跟你们说 我上学时候的生日一般过得都比较惨 因为呢 因为我我我妈是非常看重我的学习成绩的一个妈妈 然后呢 然后我每一次就是 就是 因为就是 六月份不是一般期末考试嘛 哎 我每一次期末考试考不好 完了 我这个生日呢 虽然说 就是演那个什么嘛 但是就是 会很痛苦 会很痛苦 我生日是高考学习 第二天 那你更痛苦 然后 以至于就是我小时候呢 就是 从从从小时候就每次就 说句实话啊 就是没有说太期盼生日啊 因为我觉得 因为只要快过生日 那么就快考试了 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负罪感 真的 你生日到底哪太惨了 更惨 中考试也听过生日期 就 就很尴尬你知道吗 就是考不好 然后 就很尴尬 对 就是 而且吧 我以前 呢 高考最后一天 刚好生日 哇哦 然后 然后以前呢 我又是那种 就每次到期末哈 哎呀 每次都能考不好 到为什么 就很惨 然后每次过生日呢 过的 五味杂陈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现在想一想 就是 我现在又想想 我的生日呢 来这之后 我又想 我的生日呢 又在总选前 过得好有压力啊 哎 你说我的生日 要是在那种 哎不行 也不能在总选后 还是有压力 也不能在 过年 不行 过年的话 这样子蛋糕就只能 你生日菜 你就是粘一饭了 只能吃一顿 不行 那你们觉得 喜好过生日最好呢 春天 春天也不行 春天刚刚B50完 好有压力啊 人活得真的好有压力啊 冬天 不行 我不喜欢冬天过生日 因为冬天过生日 不能穿小裙子 和冬天 冬天 就是要再过生日 别管 我觉得最好 初秋什么 不行 初秋刚总选完嘛 心里有压力 对吧 跟这个这 你说这总选 就跟我们那个 一年入大口有什么区别 我知道 初春 你怎么觉得呢 误了 这个月份不行 春春有拍大 能不能滚 能不能滚 生日能不能滚 能不能滚 能不能滚 好压力啊 好压力啊 五月份吧 春天白档现在总选 冬天兴趣 你想想会比以前有更多的人 对啊 所以呢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还蛮幸运 但是去年我的生日 没有收到很多祝福 因为去年比较 没有太多人 关注我 但我相信今年一定会有很多人 给我送上生日祝福的 去年我 去年 去年都没有人 都没有人 关注到 哇 谢谢吃羊羊的生日祢 谢谢 谢谢 谢谢德怀的生日祢 谢谢蒋台长的生日祢 妈也不 我我我我以为我今天过生日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今天是 谢谢小浩的生日祢 谢谢德欢 过生日还彩排一下 谢谢亮 谢谢亮 谢谢 一个小娜姐 你们这样子是在父亲节过 遇过生日吗 今天不 那我就当 那我就当 当为父 吃哪过来 哎呀你们你们就是 直接这样子叫爸不好吧 哈哈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好啦 我们还有一分钟就 就是了 我们要 我们要日常的晚安仪式 谢谢蒙着的生日祢 我 准备好了吗 谢谢阿呆 那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们要 要把手机 离的 不能走 谢谢大气 不可以走 好啦 今天的波波 要比昨天的波波长哦 拜拜